就在刚刚,日本传来惊天消息,美国危险了。 据日本有关媒体报道,近期美国流感肆虐,已经造成了2000多万人感染,上万人死亡。 而更令人吃惊的是,这上千万的感染病例中,很可能有部分人感染的是心形肺炎。 与此同时,这个消息也得到了美国疾控中心的确认。 他们对一些以为患有流感的患者进行检查,结果发现他们并非患有流感,而是其他原因,也就是说真正对新冠病毒不设防的国家是美国。 实际上,新冠肺炎极有可能会在美国爆发,如此大规模的感染和死亡人数,一部分是因为美国人错误诊断,把新冠肺炎当成是流感。 还有一部分人是觉得美国看病费用太贵,而没有去医院诊断,导致现在已经错过了最佳防控时期。 很多的传染源也错过了最佳的隔离治疗时间,这将给美国带来巨大的伤害。 如果美国爆发新型肺炎疫情,那就真的危险了。 首先,无论在多么严峻的情况下,美国都不一定会通过管制、隔离、封城的方式切断病毒。 因为这对经济极度不利。 2009年爆发的HEN1流感疫情,就是由于美国没有采取果断的措施切断病毒传播的途径,导致蔓延到全世界6000万人感染,28.4万人死亡。 其次,2020年是美国的总统选举年,如果美国严禁人群聚集,必然会对总统选举造势的打击极大。 最后,美国不向中国拥有大量的公立医院,中国一声令下,数以万计的医疗工作者就可以不计生死,持援武汉。 但美国的私立医院都是要盈利的,并且极其昂贵。 中国对于确诊的新型肺炎病例还是免费治疗,美国就无法做到这一点。 因此,一旦病毒大规模扩散,感染了新型肺炎病毒的人急剧增多,美国的医疗系统就会瘫痪。 面对中国的疫情,美国一直以来不仅隔岸关火,还落井下石,对我们横加指责,甚至第一时间对我们发起全面封锁,妄图通过这场疫情拖垮中国。 但让美国想不到的是,经过一个月的艰苦抗疫,中国的疫情发展就得到了有效遏制。 而更让美国想不到的是,可怕的病毒在全世界迅速蔓延,其他国家都开始纷纷效仿中国,进行封城管理, 就连美国都开始大批采购口罩、酒精等防疫物资,甚至多次想到中国来抄作业。 对于中国来说,最糟糕的时刻已经过去,但对美国来说, 最艰难的时刻才刚刚开始。 中国人向来恩怨分明,通过这次疫情,谁才是真正的朋友,谁又是虚伪的敌人,大家早已一目了然。 对于落井下石的美国,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,农夫和蛇的故事不可能再次上演。 请大家花一分钟的时间,把这个视频转发到你所加入的每一个群,有多少群,转多少群,让所有国人都看到。 中国人必须掌扰志气,今天祖国需要你的支持,做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,赶紧行动起来吧,转发扩散,感恩,感德。 希望看到这个视频的网友,动动手指转发出去,让更多的人看到,多一个人看到就多一份警惕。 转发提醒,感恩感德。